2月21日 中國工程院院士周南山 專門錄製視頻向香港市民加油打氣 針對香港疫情 周南山強調 我們不會容忍自然感染導致大量的長者死亡 所以我們的政策仍然是爭取動態清零 就會大大的增加 我個人的看法 不管你有什麼不同的政治觀點或看法 但是在人對病毒的鬥爭中 最高的人權就是人的生命 是健康的生命 這跟我們現在的西方有些國家的理念不一樣 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 對待COVID-19的指導思想 就是很明確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我們不會容忍自然感染導致大量的長者死亡 所以我們現在的政策仍然是爭取動態清零 周南山介紹 奧密克戎患病症狀較輕 死亡率較低 接近於季節性流行性感冒 所以市民不用過於擔憂 但是它的危害性遠遠大於流感 一是傳染性強 二是60歲以上的人群死亡率會明顯增加 周南山對香港提出三方面的建議 一是預防傳播是關鍵 二是加強疫苗注射 三是儲備藥物治療 一個當然是預防傳播是一個最關鍵 最重要的就是要將患者和健康人分開 因為已經確診的是不能夠居家的 要另外不隔離 目前現在在香港確實遇到很大的困難 但是這個困難我相信是暫時的 據我了解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即是加速在築高灣、啟德碼頭等地方建立方艙醫院 Makeshift投入試表 能夠切斷這個環節 對於香港盡快的控制疫情極為關鍵 第二 要加強疫苗注射 長者必須要接受第三種疫苗注射 這樣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病死率了 第三 就是藥物 必要的一些藥物的治療 這些藥物的儲備 鍾南生呼籲加強團結協作 他相信由中央政府、內地的支援 最主要的是特區政府的努力 一定會貢客時間取得第五波抗疫的勝利 我們要加強 最重要就是加強團結協作 政府的各個部門、商界、公立醫院、私家醫院 以及廣大的市民、市民 都要在抗擊新冠面前有團結協作 我完全相信 在中央政府內地的資源 包括核酸的檢測、抗原的快速測定的試劑 協作建立Makeshift hospital 我們醫務人員支持 但這裏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的努力和主導 有了這些,我們一定會貢客時間 取得第五波抗疫的勝利 如果你想想想,我們會貢客的第一波抗疫 我們會貢客時間